大家好 今天是5月3日 星期四 賣金馬方面 聯儲局一月市場預期沒有加息 而且以息聲明的態度也有點溫和 市場繼續將焦點最焦在中美貿易談判身上 談判一天都沒有結果 大家都不適而過分樂觀 起碼見到現在市場都比較動盪 而且對星期五會控的份額表出來的憧憬 看來也救不到市場 有機會會短線再失手三萬年